女子正在守灵 两名黑衣人突然出现 被钱之后 只听刺了一声 撕开了女子的衣服 一切的起因 竟只是为了驮神社失落 本已交给顾长时的证据 却出现在沈冲的手中 沈冲明白 这些东西 都是出自李刺史之手 他不禁怀疑 李刺史的女儿手里 还有没有证据 于是派人捉拿樱桃 谁知 恰逢卢凌峰出现 英雄救美 可对于救命人人 樱桃邪魅一笑 卢凌峰意识到不妙 拿了迷药 迷晕了他们 对于脱了自己衣服的男人 樱桃恨意满满 杀人 跑尸 干脆利落 一觉醒来 苏无明很欣慰 有卢凌峰在身边 满满的安全感 可随后他就想到了樱桃的话 昨晚在灵堂 他看到了父亲 苏无明当即掩饰 可尸体左手布满老姐 根本不像握笔的手 反倒像是个刀客 而左手背上 还有一块胎脊 这时 卢凌峰有了发现 这东西 似乎是女子化妆工具 李鞭 抓不到樱桃 沈冲便把主意 打到了陆永身上 李慈氏死前 陆永曾买凶要杀李慈氏 而不知为何 对于刺事 陆永当场承认 但苏无明不信 从伤口来看 李慈氏分明是被巨妥一口吞了 语终 苏无明审问陆永 在陆永的口中 苏无明清楚地认识到 死去的根本不是李慈氏 而是陆永派去的杀手 李慈氏应该还活着 不料 这番对话被人听了去 他们回到刺事府 正要问出刺事下落 突然 医生售后传来 门外 一只巨妥大嘴一张 责任而逝 苏无明 卢凌峰二人 能否逃过此劫呢